努尔干都斯简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控制了东北地区 尤其是位于黑龙江下游横滚河口 汇河东岸的特林地区的努尔干地区 原为元代东征元帅府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重视此地 主要是因为此地许多顽固势力并未被淘汰 尤其是元朝残存的势力 直到红武二十年纳哈楚被明军击败 其他势力向明朝投降 朱元璋让锦衣为指挥大马势力赏赐他们白金和丝绸 大马势力也成为了明朝的第一人 努尔干地区的官员朱地上台后 海西女帧、建州女帧、野蛮女帧都隶属于明朝 明朝还成功地在建州建立了建州委 在海西建立了武者委 用了二年 努尔干首领进贡 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立努尔干位 此后明朝得以在努尔干驻军 兼最相严领军 驻军人数不一定固定 多的时候有三千人 少的时候有五百人 为期两年 为了更好的管理地方 明朝还任命官员开办和经营 努尔干斗司 由职方清立司管理职方清立司是古代官员签订的机构 隶属于兵部 明清时期主要负责将官的制徒 功勋、合查、讲成、辅恤、军训、考试等 并管理海关和海进 永乐七年 设努尔干斗司以统治统治为最高官 康王接任 宣戴二年康王身为都指挥使 天顺六年七月 康王任统帅 康王之子显习都指挥统治 长话年间努尔干斗指挥迁士 同显之子同振习为都指挥使 由此可看出 努尔干斗司官员 虽然名义上是刘官 但却是可以世袭的 明代的地方治理大都因地质疑 不改变原有的制度 生产、生活方式等 当然这要求地方遵守明朝的法律 要是伤害朝廷命官或者意图谋反 这种基本上都是没好下场的 当然这也要是情况而定 比如努尔哈赤这样的朝廷 根本无法掌控 更谈不上惩罚他 请教委 人们的状态 ミュウ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